大家好,歡迎來到我頻道 今次會為大家介紹日本的賽事 它就是日本菊花賞,擂台等鐵鳥澳天 以不敗的姿態迎出三冠馬王 出六戰,六戰全勝 可以說在日本和03歲是超班 今次它增呈上3000米 血統上他爸爸大震撼一樣可以應付這個路程 所以無論血統、賽職、實力都完全超班 所以鐵鳥澳天溫基本上是沒有原念 所以今次的策略會是賣二重彩 既然鐵鳥澳天溫已經沒有原念,那就找腳 第一隻腳不用想,一定是環羽女者 環羽女者這隻馬非常準成 出道七戰,兩win3Q一匹 入Q率超過七成 而且它跟今場的大熱門鐵鳥澳天 多次交手 曾經跟鐵鳥澳跳穿過兩條Q和一條位置Q 而且跑法多變 跟前走又行,後追也沒有問題 所以二重彩的話,配腳一定要緊 環羽女者 投注方便,簡簡單單一注二重彩鐵鳥澳天 拖環羽女者 隔晚賠率我見到有十倍的 其實直撥率不錯的 始終買日本馬是隔山賣牛 大家都是小鑄移情為妙 細細地玩一下,看看這隻日本不敗馬王如何贏這場菊花賞 我今天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片,又或者給你靈感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頻道,或者按讚鼓勵我 祝大家馬魂亨通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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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